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eple公民新聞報 桃園大溪的月梅休閒農業協會 辦理香草培例課程 教導在地的小農認識歐式香草 學習香草的知識 努力推廣休閒農業的同時 也帶給他們不同的感官體驗 月梅休閒農業區 是以休區自然景觀的樣貌發展觀光 綠色廊道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花卉與蔬果 為提升服務品質 協會辦理各項賠例課程 希望大家一起投入休閒農業的發展 我們今天的香草的課程 大家職務上是歐式的香料園 迷迭香薰草破 香蜂草 香蜂草 然後比較特殊的是火手乾 讓在地小農學習香草知識 饗宴美食 讓學員認識各式香草 以香草入菜 漆茶 及親手製作醬料等 以達到提升學員在接待遊客時的技能 除了怎麼照顧之外 還會延伸出怎麼樣去運用在料理上面 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那有些品種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氣味 我們平常的時候不會特別的注意到 但在這個課程裡頭 就可以透過感官 我們聞 然後就是去嘗 我覺得都非常的實用 然後又有趣的課程 藉由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強化地方知識技術 社區團體參與地方創生 以及整合地方資源 需要全民共同的參與 讓他成為全民運動 有藍皮解憂號支撐的台鐵觀光列車 藍皮文博號 第一次來到北部運行 吸引大量的鐵道迷和民眾前往朝聖 除了買票搭車 回味往日的火車時光外 也欣賞宜蘭縣沿途的山海美景 神秘的身影在月台一閃而過 這不是新型火車 是曾經作為普快車在台灣運行的藍皮車廂 那就是編主我們是 我們是3277 這個是32609 後面有個T 知道是什麼嗎 我們在車上會使用的東西 透明了 對 浪漫的藍色車身 蘋果綠色的座椅 雖然沒有冷氣 但旋轉的復古電扇 加上可以打開車窗的設計 讓乘風而行的遊客們 仿佛瞬間回到過去 喜歡火車也喜歡搭車拍車 那這次正好文博會 圓風不動把它移轉到 北部開始運行到 南港到宜蘭 那這一段的確是很少有 而且可以看到一些 回兵的風光 此次活動 除了讓民眾體驗搭車外 也特別設計了鐵箔特製便當 將南港與宜蘭間的著名美食 裝入迷你的車廂飯盒 更安排了文化走足的行程 與頭城 瑞芳等地停留導覽 我們也是希望讓藍皮普通車的記憶 能夠在台灣不同的地方 都能讓民眾感受到 藍皮文博號在北部的出現 吸引許多鐵道迷前往朝鎮 也有民眾特地買票上車 回味從前 我今天是興奮的 因為藍皮難得回到北部區域 對 它已經十幾年沒回來 讓一些比較古早的那種 回憶能夠湧現 我覺得這個體驗是很棒的 在成為觀光列車後 如何在商業化的同時 保有文化價值 是一門轉型的學問